大家好,2021年3月23日第六部视频 昨天我们播报了这个欧盟对中国因为人权问题,因为新疆问题进行制裁 制裁了这个几个官员,还有新疆建设兵团,还有这个公安局 然后呢,中共也毫不失落,马上进行了这个反制裁 对欧洲议会,还有欧盟的各成员国议会,以及一些学者 还有几个社会团体,以及人权组织,进行了这个翻倍的这个制裁 欧盟呢,一共制裁了中国呢,大概是四个人,加上一个机构 而中国呢,是制裁了十个人,加四个机构 同时呢,欧盟呢,这个制裁带来了什么问题呢 就是带来了这个大西洋联盟吧,也叫 就是自由世界,这个集体行动 原来一直美国希望大西洋两岸,自由国家加强联系 重新恢复这个紧密的盟友关系 一直呢,没有一个切合实际的,或者是一个突发的这么一个事件 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事件来依附 哎,这个事件呢,就可以依附上去 这个,把这个团体呢,就柔和起来 现在呢,初步有点成型了 那个,随着欧盟的制裁呢,英国 刚刚脱欧的英国,紧跟着决定对中国的上述人员进行制裁 嗯,加拿大,也进行了上市制裁 嗯,美国也是决定进行制裁 嗯,这样美国,加拿大 是在大西洋这边 那对岸呢,这个欧洲就是英国加欧盟 嗯,在对岸的那边 一致采取了统一的行动 对中国这个践踏人权进行了制裁 这就等于是 嗯,自由世界所倡导的大西洋联盟 你也可以叫做自由世界联盟 嗯,初步成型了 昨天我们播报了这个事情 那这个事情后,往后肯定还有很多变化 很多演化 也会带来很多这个影响和冲击 嗯,首先我们看这个中国外交部 嗯,王毅啊,说 嗯,这几天少数西方势力纷纷对中国进行抹黑指责 编个故事,造个谎言 就能肆意干涉中国内政的时代 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还是那一副这个熊啾啾的战狼姿态 就说呢,就是你通过编个谎言啊 就是在想逼迫中国啊 在某些地方让步 或者是对中国进行敌视 这个已经不可能了 我们中国现在硬朗的很 在这个总加速师的狠采油门之下 火力全开,谁都不怕 中国呢,果然火力全开 不仅外交部,包括这个人民日报啊 新华社啊,等等等等啊 这个大肆进行宣扬啊 这个不要抹黑我们啊 否则的话,这个不可能实现你们的目的啊 只会迎来这种迎头痛击啊 这样的话,欧盟和几个国家会怎么样呢 我相信也不会说是就此罢手 但是这个事情往后怎么演化呢 我们看看 其实中国和欧盟的这个关系啊 在川普卸任之前 这个拜登上任 川普卸任 即将卸任 拜登即将上台的时候 有一个重大事件 就是中欧投资协定 当时呢 好像是趁着这个最后的鼓点啊 这个双方签了这么个协议 当然呢 这个协议非常重要 对双方这个经贸合作 有巨大的支持 对双方的这个 经济往来 经济利益 都有很大的这个作用 签了呢 某种意义上是 对双方是好事 但是呢 以前也做过节目 就是深深怀疑 中共能不能履行 它的义务和责任 要知道中共基本上 签了东西 都是把这个好处拿掉 自己的义务是什么也不单的 而且这个协议呢 并不是签了呢 就马上有效 因为在民主制的这种政体呢 或者是组织呢 它必须还得经过人民的代表 就是议会进行批准 这个呢 还没有经过欧洲议会批准 也没有经过全体欧盟 各成员国的这个议会批准 这个必须对那个欧盟签了 但是各成员国呢 政府可以遵从 但是各议会呢 还有把关 这一点呢 就是一个大问题 现在呢 制裁了欧盟的很多议员 还有这个学者 以及民间组织 人权组织 这个有可能会对这个协议 最终能否签订的走向 产生巨大的影响 嗯 法国呢 最近和中国搞的关系是极为不好 法国是欧盟的两个火车头之一 一个是德国 一个是法国 这个跟这个战狼 尤其是法国的这个偷狼 我们叫中共在法国的偷狼 这个驻法国大使 叫卢 卢沙野 有一定很很大的关系 这个卢沙野呢 就是在法国留学 得到法国的这种学识和教育 按说应该和法国有很深的这个感情 但是呢 生活发财面前 这个一切都不顾 在上年呢 就引起了法国极大的愤慨 怎么着呢 他是在疫情里边 就是抹黑法国 嗯 大肆宣扬 这个法国啊 这个疫情严重 社会混乱 那个养老院 养老院里啊 得了这个新冠之祸 没人管没人问 工作人员呢 恐慌之下这个都脱港逃跑了 这个造成养老院的老人啊 这个又病 又饥寒交迫啊 连饭都吃不上 大批大批死亡啊 有有这个事件 这个消息一爆出来 那个肯定是 也许有疫情 这个感染了养老院 但是呢 我相信不会出现这种 没人管没人问 那个连病带饿 出现大批死亡 我就我觉得是有点夸张 那个 那肯定你抹黑人家 这把法国人不给气坏了吗 这个少年呢 就对他极为不满 但是呢 这个宣传呢 肯定是 卢沙野是经过外交部 或者是中共 更高的当局的这种认可 因为外交部 接受这个国务院的 这个外交事务委员会 早就下过命令 就是希望这个中共 以后在各方面都要硬起来 都要担负这个大国的这种担当啊 都要有这种战狼的姿势 这个是老习定的 所以呢 他这种行为呢 法国人着急 领导高兴就行啊 领导看来是对他很满意 这不今年吗 又开始这个狂吠 又怎么狂吠了呢 前几天呢 有一个事件就是有一个法国议员啊 要去这个台湾访问 这个消息传来呢 中国外交部呢大为不满 然后呢就开始啊 就是通骂谴责啊 命令他不准去 这个命令呢 就是有点过了 你可以陈述我不去的理由 但是你命令人家呢 那是人民的代表 议员是人民选举的代表 你不能命令这个代表 这个法国的 代表法国人民的这个 这个议员啊 听你的命令 你这个威权输出有点过头了 这样引起了法国各界的这种愤慨 然后呢 这个 卢沙也呢 这个 得了个外号 叫什么外号呢 卢沙也 都叫他卢撒也 这个卢撒也呢 继续撒也 这个有支持 这个议员的 很多行为的这个人士 捡了一个比较知名的 也是跳的比较高的 是一个 这个研究会的一个研究员 这个研究员呢 支持这个议员 去台湾 对卢撒也大为不满 那卢撒也呢 干脆就把他 进行了一番痛骂 叫他小流氓 那这更引起了 法国社会的这种愤慨 很多人还到网上 到大使馆去留言 说我们都是小流氓 我们全都是小流氓 那个都支持去台湾 你怎么着啊 这个 而且呢 法国要求 这个卢撒也 到法国外交部 对他的言行 进行一些解释 对他表示极为不满 要召见他 结果下了卢撒也呢 已经召见他两天了 他就是以 有公务安排 没有排开 你突然召见我没空 到今天呢 还没有赶露面 估计也就是骂完了 那个就躲了 也不想去纠缠 反正去了也没有好话 可能就是让法国 对训他一顿 他觉得也没什么意思 其实他心里明白 就是为了完成任务 就是为了狂吠乱叫 去有什么可谈的 所以呢 法国呢 这个各界 也对这个中共产生了极大的这种 这种不满 要知道法国可是火车头啊 在欧盟也有很大的影响力啊 现在各个国家都对中共这个表示了不满 而且 面对这个新的制裁 好像是荷兰挪威又紧急招 这个叫什么 召唤中国的大使啊 过去进行交涉 当然中国呢也毫不客气 马上把欧盟驻北京的最高代表 其实也就是欧盟的大使 也进行召唤啊 过去进行交涉 都是指责对方这个制裁是无理的啊 这么一个情况 那现如这个情况会不会对这个叫做 我们刚才谈的中欧投资协 中欧投资协定最终通过议会 这个签订会不会产生影响呢 我觉得呢 呃 面上是会产生影响 但是呢最终呢 能不能产生影响呢 还真有不所谓 为什么呢 政治这个东西啊 是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 为了自己人民的利益 像中共呢 就是为了它这个特权阶级的利益 呃 经常是可以变换的 在西方世界对政治家有一种 呃 有一种灭称吧 就是认为政治家呢 就是脸变得比谁都快 这是第一点 第二呢 就是政治家都是骗子 当然呢 呃 西方世界言论自由 呃 而且呢 对这个政治人物的要求也很高 但实际上呢 西方政治人物呢 很多呢 还真是比较光明磊落 正人君子呢 还真的很多 但是民众呢 有一个在政治方面的一个要求 就是呃 要习惯性的 这个就是 要怀疑政府 要失刻提防 他们干坏事 美国呢 也是如此 这是欧洲的态度 对政治人物的态度 美国的对政治人物的态度呢 就是一定要用法治 把他们的权力关到笼子里面 随时要紧密的盯着他们 呃 所以呢 这种制度下呢 反而造成了这个政治人物呢 这种光明磊落 这种坦荡的 这种正直的这种品性 你越是监督啊 越正直 你越是相信啊 反而到最后 都不知道阿杂成什么模样 呃 我说的稍微远了点啊 就咱再跳回来 说这个政治人物 他为了自己本国 他是受极大的约束和监督 但是他对国外呢 为了本国利益呢 还真是鞠躬尽碎 有的时候呢 经常有这种变换 呃 只要利益够了 只要交换的利益够了 只要是 所服务的这个国家 人民啊 呃 当然呢 他也为了他自己这个所处的阶级啊 政党服务 但 首先你得能满足公开的民众和国家利益啊 这个诉求 只要这个够了 只要是要求够了 这个所谓的这个协议立场是随时可以变的 但就现在来讲呢 双方是打的火热 这个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副主席 俱拉 3月22日 在电子邮件中说 鉴于欧盟与中国关系今天的最新发展 尤其是中方令人无法接受的制裁 欧洲议会决定取消原定星期二就签署中欧投资协定举行的一个审议会 就说本来周二我们议会 整个欧洲议会啊要开个会 开个什么会呢 就是审查这个中欧投资协定啊 这个签署过程啊 呃 是不是符合规章 是不是符合整个欧盟的利益 我们来审查一下这个协定啊 嗯 怎么样 本来这个审查会呢周二开 你现在呢 双方都这个状况了 这个没必要开了啊 这个暂停了 这个会取笑 而且呢 就说是 他说指出欧盟是讲价值观和原则的 无论是在欧盟内部还是在全球范围内 不会 那个言外之意呢 不会因为经济利益呢 放弃原则 放弃价值观 这句话呢 这个我要为他大声叫好 说的太棒了 也希望呢 欧盟和这个美国以及全球的正义力量 自由世界的各政府 各团体都能秉承这个原则 不要与中共呢 不要与中共呢 因为一时的这个利益呢 这个 呃 放弃或者是 这个降低 在一些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的这种要求 呃 要有原则 呃不能因为这个中共和你合作的多经济利益太大 这个就把他这个放弃 只要大家都坚持这一块都坚持原则都坚持价值观 那中共碰到的是铁板一块 他也没有办法 他也不可能各个击破 所以呢 大家也都不会吃亏 只要没有叛变的 只要自由联盟都没有叛变的 中共就无计可施 呃都都遵从自由世界的规矩 因为没办法 他绕不开世界啊 这个世界 就那么大 所有的这个知识产权和这个特殊的技术 关键技术领域都是在这个自由世界手中 他只是一个产业链的一部分 中低端部分 他只要不想闭关锁国 中共还想和世界打交道 只要世界团结一致来对付他 那斗争到最后 自由世界的经济利益也能保住 也不用说是拿这个道德 拿这个价值观 呃因为这个金钱去和中共进行这种勾兑 进行这种交换 前提是大家都得坚持 都得团结 你只要都团结啊 中共就得遵从 他不得不这个改变 呃或者是不得不去从 你不改变也行 那就是这种制裁 你要和世界合作 甭管和谁合作 大家都不会因为自己的利益 而出卖盟友 这样的话还是公平的 还是这个能够保证所有这个自由世界的经济利益的 这个问题我想欧盟领导人和这个美国领导人都看得很清楚 政治家智囊都看得很清楚 关键是国家多了 能不能协调好立场 不要因为有的国家可能经济比较窘迫 有的这个政客自己的这个诉求比较急 比较紧啊 就偷偷的这个做一些不好的动作 只要大家都一致啊 就没有问题 但是话说到这儿 这个审查委员会这一次审查 对中欧投资协定的审查啊 这个暂停了 好像对中欧投资协定是有影响 但长远来说呢 我感觉只要是利益 很有吸引力 只要是大家能铁板一块 这个这个协议呢 最终还是会实现的 如果要是不是铁板一块 反而可能实现不了 因为到时候有的人可能出卖别的国家 有的国家可能出卖别的国家 或者有的国家可能是感觉更急迫一些 有可能会这个提前签署 反而呢 让另一些国家呢 表示不满 最终呢 这个就能泡汤 只要是所有的团结 这个协议就能签订 不签订 也无所谓 所有的国家的利益 也能够得以保障 这就是我对 现在这个事态的最新发展 以及我个人的看法 好了 看还有啥内容吗 没有了 拜拜